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叻 台湾我要问你一个 R...R... 哎呀!连吐了! 今天我们就要拍形象照 studio照 就在我们自己的studio拍 因为今天的模特不是我 什么事来耶 不是,没有拍到我了吗 我讲拍你的东西拍了 所以就拍了我去 所以今天 这些还叫做model 因为我刚才讲这个R...SG是它的品牌 可是这个品牌没有灵魂 人家灵魂能够没有chip light 所以我就要拍它 所以今天就拍它 还有它的爱将Felix 来吧,我们去设计场景 这个是我们今天自己设计的一个布景 因为R...SG是走军事风的 所以这个新的系列是跟考古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 这种沙色的风景配合 它里面的一些设计的图案等等的 这种沙色的风景配合 今天这个沙色很假白 你知道吗 现在还要这个东西 大家懂这是什么吗 不懂没有关系 先卖个关子 等下让你懂是什么来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的新品 是个 kimono 有点比较outdoor feel的 kimono splash splash kimono sorry 穿这个 穿T-shirt 就是你穿一遍把这T-shirt 穿这个 然后再套这边 大家要哪一个 要你来的视频 这个有卖着的 这个来着 卖着这个 来 Juice 好像有毒啊 有点像 只要下面穿的是Joker 什么都ok啦我觉得 帅吗 你们觉得这个 我觉得还新 不错 我喜欢外面的 kimono 真的吗 我还想看他 他种真的样子 很紧张 但 发老道 哈哈哈哈 我们给他们看 后面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被门 就是要做那种 有一种蓬松的感觉啊 正在大风暴 前面拍照的feel 我们的Etic大风暴 我进来啦 这是我们的吉作 哇 哇 小人这样啊你 去有光的地方 给人家看下你几眼啊现在 哇 给你们看一下 全新的 黑暗Felix 哇哟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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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边没有看到 我准备要坐这样 杀雕的东西 3 2 1 Let's go 放飞自我 好看哟 你穿前黑 我没有看过你穿前黑 哇 GT一样哦 你觉得要坐在那边看吗 OK啊 真的 哇 你这么几头 哈哈哈哈 哇 哇 哇 很稳 真的是 有感想吗 开心吗 今天拍到 哇 还有成就感吗 现在站在三屏上 哇 太严重了 哇 帅呢 帅呢 哇 哇 哇 其实今天是我们的 所谓的 Stock Packing Day 然后还有我们的 Stock Clearance 因为我们从旧的厂口 把很多东西过来 然后要把它全部放在我们这个市场 新的地方 所以这个讲会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房 看我们来整理了 看我们来整理了 Cid Felix sir Hey What are you doing? I'm editing the photo we have shot of yourself? of yourself? Are you editing your photo? Oh no Who is this? Mashi Ryan Mashi Ryan Mashi Dang Gay Yun 一定是小图的 Cid 你再弄吗? 你要来讲一下你在做什么吗? Nani 你在玩game吗? I'm playing game Oh no Isnt this Super Mario Oh no 其实我们现在在准备着6月 会上架的新品 那么MMS做的6月的新品 叫off the grid 至于什么是off the grid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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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Sing Seer呢 嗯 叫off the grid 那个grid是指 嗯 电路 顾名实际整句话呢 是叫你 离网 离开有电路supply 的一个世界 应该是在80-90年代 呃 出现的一个字 如果我们要把它口语的话 换成比较现代的一个用语 就是说 离网 离开网络 哇 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的时候 是差不多4月多那时候 然后我们就想到 接下来MCO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能会关在家里 我们希望大家关在家里stay home的时候 也可以做些对身心健康的活动 如果没有想到 这人是来MCO 不 但我相信这个年代大家太过依赖网络 我们全部都是在网络解决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想让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小时候的 这个 空闲的这种消遣是什么 我算是一个宅男吧 我很喜欢看漫画 名称汉柯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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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爸爸还买很多百科全书给我看看 埃及、世界七大七番、外星人等等 所以这个系列我们所设计的每一件衣服 它的灵感还有用的元素都是在这个范围内 RHG那边就延续他们的军事考古的方向 做了很多外星人、埃及的一些东西 然后配合我们这全部的主题 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IG文案 让大家有一个互动的空间 就好像我上次有提到的 其实我们做衣服不只是要紧紧把设计放在衣服上而已 我们要把这个Message呈现出来 让你的观众群更加了解你想要表达什么 让他们知道你买的不只是一件衣服 你买的是一个concept 你在support一个brand的一个vision 然后他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off the grid的系列 其实它是蛮有意义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穿这件衣服 就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 我们不要那么沉迷在网络 You know 我们这一次的主打有这几件 我自己让开 我超想这个荧光 Neon Pink 因为这个颜色其实超级无敌难染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 DAM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有90年代的漫画inspired的Manga Tea 所以你看了你会觉得 它像某某漫画的主角又不是 对了这是我们的用意 这是另外一个Manga Tea 然后在这个系列里面 其实我本身最喜欢的 除了这个Manga 是我们这个全新的Squad Tea 这个也是Vivian特别喜欢的 嗯 因为我觉得它很复古 也很high school的感觉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会在PS上面 玩着篮球足球game 这个是提议你 不如去真正的玩篮球足球game You know 那是我最喜欢的 莫过于这一件 嗯 你看后面还有Rambo Color的拍照 这个是reflective的 哇 这样只看得到颜色耶 你问一下为什么是失踪 为什么是失踪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MM苏就画了很多 这种名画的恶膏嘛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在那个整部画的下面 有个字叫 Surveillism Modern Art 其实Surveillism 是一个艺术的画风 那么在这个整个Surveillism 里面有很多大石 其中一个是Dali 它最出名的两样都是 一个是它的Hushi 一个是它画的这个扭曲的失踪 就是这个扭曲的失踪 这样我想说我们MM苏就 常常做Surveillism的 Artwork 这样我们就应该 你懂 来一点致敬 所以我们也用它这个 很具代表性的失踪 去代替我们MM苏的六号 放在这个Studio上面 所以我本身还蛮喜欢这一件的 这是偏蓝色的 有点像凌晨脱小的那种颜色 这个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它前面这个logo 你们有发现到吗 你们有看到 两者这种有长的东西吗 Yeah It's MMM 下面有个罗马汁的六 其实这整个C6 还有非常非常多东西 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意义介绍 可以到我们观光看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以音乐为主题的一个T恤 超爱这个 Woo 这个我这个不会穿的 蛤? 我不会穿 不懂这样穿 而且还有一种 有一种复古的味道 B 来 B 我要问你一个 R R-E-T-R-O 怎么样面 Retro 诶 你看不像练我 B-I-A-S B-I-A-S 哎呀 练对了 哈哈哈 B-I-A-S 哈哈哈 大家等一试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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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B-I-A-S是谁 中共 不是我 Licky Malu L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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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我的戏的话 就去支持我吧 生意难做MCO 哈哈哈 我的办公室 我的工作室 我的店的椅子 都还没有做了 我就已经关了三次 OMG 大家 加油 MCO 虽然两天在家里 可是超多衣服要洗的 不洗的话家里就没有一只了 很惨 你还有Flat White Flat White 后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已经进入了第四次的行动管制 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是不是 依然是叫做FMCO 刚刚政府又宣布了 我们这个MCO会再延迟多 两个礼拜 虽然说我是expected了 但是依然还是有点 其实讲真的 虽然讲我自己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但是比起很多企业家或者很多生意人 我的生意的规模算很小 所以还算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 这条路 空到我有点不熟悉 是有时候啊 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这些可能做拥有十多间公司 或者是几百甚至整千人的企业 到底在这段期间 他们面临的考验和做事的抉择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可以跟你说 真的损失很惨重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员工们好像会比较开心 老板就很惨 但真的虽然政府这样子全面的封锁封锁 我也不知道封锁会有什么效果 就突然间会有这样的感触 是因为我身边的 我听到有朋友 他爸爸的这个 八年还是十年的企业 他们决定 他们最近决定要把它关掉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 整个疫情还有政府的这个措施 他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变化 还会怎么样 这样子 他们不想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掉 所以现在把整个生意关掉 或许是一个止血的最好方法 我相信在我们身边也会有非常多 位于这个处境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亲人 就多多关心他们 可以support他们的话 你就support 那我希望我们全部人民啊 还有政府啊 大家更加的focus这个疫情的问题 希望可以尽快的 让一切回到去正常的轨道上 不然等下去真的是很多人会死 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呢 那其实很怀念很多年前 我的一个洗衣店的丑皮大作战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还没有看过的观众 还没有看过的小飞仙 可以在这边看 我把link放在这边 去点它 希望这疫情快点过 可以再出去拍照拍片 装逼吧 户竹 Canal 你有没有有没有觉得FMCO这个期间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每天好像每一天没夜 你醒来的时候就好像半天过去 剩半天可以做东西 如果你认真做东西那几个小时 时间就过了 就好像已经到凌晨的两三点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这段这样的一个期间 其实考验的是人的自律 不管是在于卫生意识 防疫 或者是做事情 其实在这一段这样的期间 我觉得是对全部人的一个过渡期 它是一个transition period 我个人觉得这个疫情 它是一个提早让你去接受 这个新常态 就是说它提早的让你去成长 让你去更早的去学习一些 你可能本来计划中要去做的事情 就像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我的频道 我想要做的是意识族行 那么一直我都在做这一的部分 我都还没有正式的去做 其他 其他我plan了要做的一些内容等等 可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到来的关系 它基本上打乱了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被逼就必须要提早的去应付这些事情 因为在这段期间你要做任何东西 就有一种很像绑手绑脚的感觉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东西都非常的麻烦 然后什么东西都很demotivate 所以感到你不想做东西 只想要休息 只想要chill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你的耐力 你的毅力 还有你的自律能力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你会看到身边的很多朋友 他们在这段期间是非常的勤劳的做很多东西的 然后好像干的不错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好像很失败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是很好 大家可以不用这样想 人家做的好是人家努力换回来的 你要你也可以 我觉得看到别人做的好 你想要做的好 这是一个良性竞争的一个动力来的 but不要因为人家做了这东西 做的很好 然后你也想要去做 然后你就把整个头这样子栽进去做这事情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现在我在等着我的衣服烘干好 所以就有点这样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聊天 那不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这段期间你们都在做些什么 或者是想些什么之类的 然后或许我可以找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和疑惑 帮你们去解答一下 放在下一个Coffee Talk Oh by the way 这段期间我发现到几首不错好听的歌 比方我最近很喜欢很喜欢非常甜的喜欢的歌是 就是Justin Bieber的Pitches but是Remix的版本 有Ludicaries 有Usher 有Snoom 全部都是我喜欢的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R&B和Rap的组合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It's good 那么就好像刚刚讲到的 其实这段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于 思考接下来要走的道路和规划等等 慢慢的你会看到频道的这个改变 其实这段期间不上影片也是为了 让我有一个沉淀的机会 我觉得FMCO是来得刚刚好 虽然讲在生意那方面就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 来一个这样的一单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很多种需要去改变 需要去变通 需要去想新的策略等的 但我很庆幸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所以我们都 manageable manageable 当然也谢谢各位小飞行的支持 然后我这件衣服你们喜欢吗 这是我最新的系列off the grid 我还蛮喜欢这件mangati 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rexicon.co找off the grid starter pack 这个是mangati的furious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